忙碌的现代人总是一次采购大量生鲜食材 但买回家的食物可不是直接冰进冰箱就没事 保鲜是很重要的 从购入食材的那一刻起 新鲜度就开始倒数计时 随着时间流逝 生鲜蔬果会渐渐老化 流失营养成分 而烹调过的食物如果不妥善保鲜 也可能因为与空气接触 自生更多细菌 实验发现 使用锁鲜袋和没有特别保鲜的空心菜相比 七天后两者的外观色泽结缘不同 不仅如此 使用锁鲜袋包装的空心菜 叶绿素保留了五倍 维生素C则保留了两倍 所以好好保存食材 是维持食物最佳状态的不二法门 不过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每次烹调要吃的量 过量的蔬菜可进行分装 叶菜类 根筋类 水果分开保存 可用于锁鲜袋中保持舒服的新鲜 如果你买的是温体肉 可清洗外部 将冷冻熟时封装在夹面袋中 隔绝空气 并快快冰进冰箱 减少细菌生长的时间 当一次性采买成为在家烹饪新趋势 食物保存 锁鲜就变得非常重要 聪明挑选通过SGS检验 不含双分A 能防止食物受潮 足水力2.4倍 同时符合欧盟16项塑化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